每日神话 不要求你搞外交 就要求你 做一个正常的人 有正常人的理智 看似能看透 最起码 看你是一个正常人 这就可以了 今天对你所要求的 都是你能达到的 绝对不是赶鸭子上架 没用的话 没用的工作 绝对不在你身上做 在你的生活中 所表现出来的 所流露出来的那些丑相 务必得脱去 你们被撒旦败坏 撒旦的毒素太多 就是要求你 脱去这些撒旦的败坏性情 并不要求你 做一个高级人物 或名人或伪人 这没有用 在你们身上 是按着你们原有的来做 对人的要求 都是有限度的 如果操练 像知识分子的说话方式 说话语气 这不行 达不到 按你们这些人的素质 最起码得达到说话 会讲究智慧 方式 能把话说清楚 说明白 这就达到要求了 最起码达到有见识 有理智就行了 现在主要就是撒旦 败坏性情得脱去 你所表现的丑相得脱去 这些你还没脱去 还讲什么最高的理智 最高的见识 许多人看见现在时代变了 也不讲什么谦卑 忍耐 干脆一点爱心都没了 圣徒体统也没了 这些人太谬 哪有一点正常人性 上哪儿谈见证 什么见识 理智都没了 当然 有些实情是偏谬的 这得改正 像以前人死般的零生活 人的麻木痴呆想 都得改变 改变并不是让你放荡 也并不是让你放纵肉体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信口开河这不行 有正常人的言谈举止 就是说话有轮次 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符合事实恰如其分 不搞欺骗 不说谎话 对于性情变化 正常人能达到哪些限度 这得知道 要不你就没法进入实际